歡迎來到9月27號的兩岸,無格仔,立言兄你好 你好,各位讀者,你好,阿龍 今個星期所謂政治一日都要不長 現在是說連一個節目都要不太長 因為上個星期我先做一個新聞的簡報 因為有些朋友都反映說,有時候我們說的話可能都比較以台澎金馬本土 他們未必很理解得到,因為香港人覺得可能香港新聞都已經太多資訊 又或者是台澎金馬的人或者台灣人了解這個世界和香港人了解這個世界的世界觀是兩樣東西 或者是角度觀點不同,我們可以這樣說 其實兩邊都有它可取之處 所以也是這個節目的宗旨,要加強 我將一些比較在海峽右岸的一些意見告訴大家 然後阿龍,你又可以分享一些香港意見,大家有個交流 讓兩邊的朋友都可以帶他知道有什麼事 好了,那為什麼說錄一個節目都要不長呢? 原來上個星期我們錄節目的時候,陳吉仲終於請辭成功了 為什麼說請辭成功呢? 因為第一次傳出他請辭的時候,無論是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以及一眾的高官全部都跳出來說這些是造謠生事 為什麼要逼一個對國家這麼有貢獻的人去辭職呢? 我就是看到矢板名副都在說台灣輿論界的時候更加說 陳吉仲先生就是關關難過關關過 那你還想他怎樣呢? 誰知道最後就是在我們錄影的時候很不幸就過不了那關 然後就肯然下台 同一時間下台的還有中央速產所的所長 即是速產的意思就是說 那些加琴 香港叫加琴 因為香港可能農業沒有那麼發達,就不會有這方面的機構 即是無法對照 但是你如果想像就是說 即是國家級有一個機構 這個機構是專門負責 但是這個機構就好像是舊香港的一些公營機構 它不是屬於政府內部的 但是這個機構就負責是說 可能培養一些身份中的雞 就是改良一下怎樣 那些母雞可以生多些蛋 就是做這些東西的 以及去調節那個市場供應 那那個董事長也都下台了 那個董事長呢 就是當然被人揭回舊帳 原來那個中央速產所的所長 本身也是上一屆農委會的主委 即是陳吉仲的前任 找一些報道 當年他請辭農委會主委的時候 陳吉仲就說 主委你退,我就跟著你一起退 那怎知道原來他所說的退 然後他就送到前主委去到電口 然後陳吉仲就說 不好意思,主委這個國家有任務交給我 我先留一留 怎知道一留就變成他做主委了 然後還升了第一任的農... 應該叫做農業部恢復以來第一個農業部長 他不是第一個農業部長 第一個農業部長呢 應該是以前國立故宮博物院清理那個... 即是說是1928年那時候 沒有一個清理委員會的會長 但因為後來抗戰開始了 所以農業部的架構太大了 如果整個要遷移去重慶 很多人要跟著走 而且政府財政都支持不了 所以就縮偏了 就放到經濟部那裡 後來去到抗戰完了 美國政府就說 喂,這樣吧 你中國二龍立國 美國都是一個農業大國 不如我幫你重建整個中國的農業 所以那時候有一個叫做中國農業復興委員會 就是美國政府出資養著這個中國政府機構 當然其中一個最出名的員工是誰呢 當然就是我們的李顧總統 就是李登輝 他本身就是農復會出來的 後來就是農復會 慢慢重新重建整個農業政策體系 無論在中國大陸或在台灣也好 然後最終就演變成農業部出來 所以這個請辭 當然有很多人覺得他其實是罪不至死的 當然如果他的政敵就覺得他很開心 你說在於我們的立場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的立場 當然我們好像很多時候在節目裡面 有批評他 所以有些人問我是不是跟他有仇 首先一件事 台中小天跟他沒有仇 我也跟他沒有仇 只不過是他做的事情是太過搞笑 搞笑得來也太過荒誕 還有一種叫什麼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那種感覺 所以他為什麼會這麼激起這個社會仇恨值 就是他源於他做的行為 但是你說他這個行為本身是否代表了他自己貪婪 我覺得不是的 他的行為只不過是代表了背後的利益集團 要找他這個人出來做這一台戲 然後令到背後的利益集團可以謀取一個大的利益 就好像那個所謂超私彈公司那樣 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機構去罰他錢 但是其他之前幫過政府去護航的彈商 全部都被政府罰了錢 為什麼呢? 整件事就變得很樸縮迷 所以 背後的利益集團真的連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他們有辦法影響到政府 就只是罰了超私 罰了其他人 超私就未必有事 這樣 最糟糕的這次一件事就是 其實爆出這一單的所謂黑心彈 這件事並不是說國民黨 當然媒體是有第一個站出來爆料 我們上次也說聯合部是那些記者走去查 然後才挖到這件事出來 就不是在野政黨發起先的 但是吹哨人是誰呢? 所以有很多人就說 一看到這些新聞就說 民進黨全部都是什麼什麼來的 當然是罵一些很難聽的話 但是也要這樣說 民進黨裡面也有些人是有良心的 這次這個吹哨者正正就是民進黨黨員 他就覺得他自己本身是做蛋生意 他也有一個Facebook page 他就看不過眼 就是說你那個執政黨 洗了這麼多的民資民股 這麼多的公帑 買這麼多的蛋回來 最後完全浪費了 要不你就偷偷地去混合國產的蛋 然後就流出市場 要不你就四周圍去找那些所謂的冷藏庫 你冷藏庫也要付錢 那就繼續不停浪費國家的重產 他看不過眼 所以就站出來去爆了這件事 但是現在這個民進黨有良心的黨員 都要收聲了 因為他已經受到這個醒亡的威脅 在王國昌的 以前時代力量的立委 王國昌敵貨的節目裡面 失聲痛哭宣佈自己暫時關閉的Facebook page 其實我恐懼我行山 就好像當年蔡東豪那樣 所以現在 當然了 這一件事爆了出來之後 就激起了很多人的 對於九十年代 李登輝執政時的黑金政治回憶 你現在這樣搞 就等於好像政黨輪替 以來這麼多年慢慢累積 慢慢變回好的政治體質 會不會一下子倒退回李登輝年代呢 因為這樣大的影響 所以今天發表兩個民調 包括美麗島和ETtoday的民調 目前來講 副總統賴清德跌了10% 同時之間 也都是蔡總統的支持度 也都暴跌了10% 出現了 自從5月以來 首次民調顯示 如果柯文哲和侯友宜 兩個合在一起 那個票數是超過了賴清德 這個是響起了一個很大的警號 所以又呼應 10月又或者臨近10月 所謂的10月驚奇 一定會爆出一些大事 這個就爆了 問題只不過是後續怎樣發酵 而似乎目前來說 就是當然 民間都還在說 很多人對於這件事 似乎抱了莫不關心的態度 亦都覺得有很多事情是屍兇見慣 但是 會不會去到 一個投票的時候 他們就會將這些 平時隱藏的東西 然後拿出來 成為他們投票意向的一個依據呢 這樣 這個就值得觀察的 嗯 好 當然說完這件事之後 我們都可以說說一些跟香港比較有關 據說 香港最近阿龍有一個夜繽紛 我起初以為是跟這個繽紛落 巧克力聯合推的 你離開了香港 香港太久了 我才能說的就是 就是 香港 其實是說香港 政府認為他們如果要催谷經濟 最好的方法就是 令到多些人走 晚上出街 因為 大家都說香港蕭條 看來市面蕭條的原因就是 疫情是影響了香港人的生活習慣 大家 經歷過這麼多的蕭禁令之後 大家就決定了晚上就不再出街了 但是這樣做下去 香港以前是說是一個北夜城來的 復常之後竟然是變成 我們平時是說銅鑼灣 又或者佔咀這些茶記 是說晚上八點半就已經是last order 所以香港政府覺得 是不是要搞一個夜市 然後就搞回旺角 結果上個禮拜 前個禮拜 陳茂波就搞了香港夜班分 所以這兩個禮拜 除了我們上個禮拜說 這個加密貨幣之後 其實一直以來 香港陸陸續續都有各個不同的夜市 大家看起來都會覺得很搞笑 包括二十元四顆燒賣 那些超貴的 你們說二十元台幣四顆燒賣 還是港幣 港幣四顆燒賣 是在香港出現的 大家討論的除了是說 林作握人之外 就是在說這些東西 我想遲早燒賣可以製造燒賣幣 虛擬燒賣幣 我想燒賣的價值應該會繼續上升 可以期貨可拘 但是認真說一件事 就是我問很多朋友 他們都說 第一件事故自然是說 香港人自己本身的生活習慣不同了 第二件事也是說 其實以前的香港有很多外國人來 外國人來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準備和中國做生意 今時今日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連最支持共產黨的坤山台商 都決定要進軍東南亞 都說要Moonwalk 離開中國那時候 你想想香港其實有多少的外國人來呢 所以其實另外再說一件事 就是廟街 我們之前在香港武格仔也有說過 廟街商會自己都說 我們的貨是淘寶貨來的 只不過是很多低端消費的大陸人來到香港 以及比較少的星馬客來到香港 只不過是在廟街買一件I love Hong Kong tea 在那裡懷冕下 香港的街鋪的消費其實是很疲弱的 所以其實你那些夜市在沒有基礎下 然後走去做 大家其實除了看到貴之外 都沒有什麼效果走出來 在說的 相比起我們 咪口都說 我們不如說說 台灣和香港的夜市的分別 你問我 我不是太了解台灣的夜市 但感覺台灣的夜市 真真正正是 第一相比香港便宜 第二就是台灣的夜市 在我出生 去到八、九十年代 潘忠明 在無線角已經是說 士林夜市 跟香港的夜紛紛 那個歷史是差很遠的 所以 那個年代香港也夜紛紛 在尖東那裡夜紛紛 是兩樣東西 相比之下沒有那麼集中 以及以前的香港說的就是 各地都有不同的小販攤檔 我們以前八、九十年代 其實你例如看張學友做的 不知道什麼 飛虎精英 就是拍很多那些戲院門前 賣魚蛋檔 或者旺角他門 你看到很多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香港其實是說 這二、三十年 是急促中產化的過程 是將那些魚蛋檔 將那些借舖 是趕進舖的 所以香港沒有夜市的原因 就是所有人都光顧舖頭 一有這些小販 第一時間拘捕 拘捕的原因是什麼 你問那些食雲 那些食雲 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 當然要掃小販 如果你不掃小販 交了租的人 對交了租的人 是很不公平的 說完了 然後交了租的人 又納稅去養了這幫小販管理隊 所以這幫小販管理隊的利益 就是要取代小販 他不取代小販 他哪有這個存在的價值呢 沒錯 就變成一個產業面循環 你剛剛說的 I love Hong Kong 其實很多城市都有這個 I就是英文那個 然後love就用紅色的心代表 下面那兩個 通常就是城市縮缺的字幕 但是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其實背後 是說一段紐約傷心的歷史 其實這個是 為什麼 因為當年為什麼有這個logo出現呢 就是有很多紐約的人 就是中產那些雞飛狗狗 逃離紐約的城市 其實在八九十年代 其實紐約是很差很差的 所以為什麼朱利亞尼 他覺得自己是紐約救世主 就是他用了這個所謂的破槍理論 下去紐約市 大都會不會改革市政 但是那時候 他之前七八十年代 是說紐約市是破產那麼低的 所以有一個藝術家就說 我要激發回 I am New Yorker 那種自豪感 所以就設計了這個logo出來 誰知道設計完這個logo之後 大家覺得很潮的 很多城市就互相去仿效這件事 但是就不知道背後 其實是一個政府破產的故事 如果大家都走來香港 買一個叫I love Hong Kong的T恤 可能會引起這個 煽動對特區政府的仇恨 我覺得這件事 首先這件事要加以取締 尤其是要追查圖寶的貨物的來源 看看哪一個斗膽包天去做這些T恤 第二件事想說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說以夜市來說 香港其實以前是有自己的特色 當然他不可以跟台灣做一個平衡的比較 大家都有大家的特色 以前台灣的朋友都會覺得 說香港的夜市 是在台灣感受不到的 是有那種的經驗 首先一個問題是 先說去哪裏 當然是去尖東 去旺角 去銅鑼灣 他們會覺得 四處都是外國人 四處都是酒吧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再有錢台灣人 就是去什麼 林心北 大家為什麼 現在後生一代 又會熟回林心北 是因為 林心魚那部電影 和徐童那部電影 之前在Netflix播放 那一部我真的忘了叫什麼名字 就是 講回以前那種 紙醉金迷 那個叫調通 因為那種生活 其實是走一個日式風格 但是香港那是有很陽化的一種 華登初常 沒錯 所以這就是 對上一代的台灣朋友來講 香港的形象 最近也有一些台灣的朋友 甚至一些中國大陸的朋友 就去了香港的,他們全部得約而同 有一個結論的,就是,香港現在,為什麼外國人都不見了? 可能香港人每天在那裡住,他們真的會不斷感受到香港的外國人不斷被減少 我講的是歐美籍的人,但對於遊客來說,如果他們都觀察到這件事 證明那個對比,以前的舊香港和現在的南深圳的對比,是相當強烈的 我們都解釋過很多次,你要香港的外國人回來 首先,麻煩你有辦法讓美國國務院解除對香港的旅遊警報 我們之前也說過,為何Taylor Swift來不了開演唱會,就是因為沒有保險 沒錯,保險不保險也不用說 你想想一下,現在在倫敦,Taylor Swift的海報已經掛在Lexter Square 準備來了,將會成為倫敦的城市 但是為什麼不能成為香港的城市? 這個當然,外國勢力是其中之一 但是另一個結論是,他們也覺得現在的香港的吸引力和活力是遠遠不及以前的 所以他們覺得,與其是去香港,他們也是因為業務或工作需要才去香港 但是如果他們說,如果我們專程來玩,我覺得沒什麼必要了 這個就是他們的一個結論 我跟你來說,香港的情況是這樣 當然啦,我們最近又看到,有一些很有活力的HAPPY 8 很有活力的娜娜出來 我深信在他們的示範作用之下,香港的夜紛紛是有一番新的景象的 其實你這樣說起這件事,我也跟一些網友,還留在香港的網友談過 這件事又要引用回劉勢良先生,他以前經常說一件事 香港其實,十幾年,他剛剛開台的時候 他經常說,香港其實最大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年輕人上不了?就是共產黨 他刻意這樣去到,令到 由我們這一代人,或者我這麼說,由土巴開始這一代 八、九十年代六四出生 因為六四而出生的 六四年間出生的人一直上不了去 所以結果香港最有權力,最有經濟活力的那幫人 那幫人一直延長他的使用期 那幫人他們想到,他們的口味 因為他們是六七十年代 甚至是八十年代頭 賺到大錢的那幫人 那他們的口味 你看到林建岳也是這樣的 他們的口味就是六七十年代的東西 就是很老土的東西 那幫人以前是做什麼? 回大陸賺食,炒完樓,賺到大錢之後 就在大陸那裡賺美女 其實跟我們差不多年紀 就是當年那些大陸的美女 所以你說趕快走出來 尖沙咀中環的那個賺食 然後HAPPY白就走出去跳這個HAPPY白 最厲害的,腳印的那隻帽子 但是那些定格攝影 我看起來好像他很厲害 像武林高手一樣 是呀,那張照片 我看完之後 突然耳目一新的感覺 但無論他怎樣移動也好 我始終覺得 他起碼把上一代的財富流向下一代 當然,你趕快要衣食住行 也要化妝扮靚 始終那些錢也會有少少 頂點那麼多的滴流效應 這方面,我真心是覺得 夜市一件事最重要是百貨應百客 可能是文青年輕的朋友 當然是去海濱長廊那裡聽一下basking 甚至聽回來 其實他們都沒有興趣 都說有儲到不淺的 就去台灣去日本玩 那麼盡可能在香港 都不是怎樣出夜街 聽回來的就是 那也是一個好事 如果是說在消費觀念 這樣的話 都算是一個破闊眼界的行為 但是收回到本土那裡 如果是說一定沒有辦法 就是必要在本土消費 就是無可避免地去促進到夜經濟 我覺得就是 你年輕又年輕那批 在那裡basking 可能在那裡 如果許可的話 我不知道 南深圳的人民政府 有多麼緊跟這個中央 什麼時候要搞地攤經濟 可能遲些真的會有買賣 青年擺地攤 說每晚賺9000港元 然後上了新聞 這樣 那這裡是一批市場 然後另一批 就是HAPPY白的那一堆 就滴漏效應 上一代的財富 透過這些利是 就不停流向下一代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真心來說 是叫做白火應白客 是一個這麼闊的光譜的時候 香港那個所謂夜經濟死不了 同樣道理 為什麼我要提這件事 就是要跟著我們 去分析一下台灣夜市 很多香港的朋友 都覺得台灣夜市OK 很蓬勃 但是其實 當地來說 一直都有一些意見 就認為 以前來說 那個意見就認為 就是台灣 你永遠都是搞這些夜市 這樣的行銷 這樣的包裝 第一是千篇一律 無論你在台北 你看到的夜市 台中的夜市 在南投的夜市 甚至在台南屏東的夜市 全都是一模一樣的 唯一不同的是什麼 唯一不同 可能台南的小食 就會甜一點 台北的小食 就會甜一點 純粹是有少許輕微的分別 當然 你說 又要這樣說 又要這樣說 如果我們 例如我們去看 在這裡的香港人市集 其實都是這樣的 所以 有時候看到有人批評 市集千P一律 其實這個 我覺得 這個本身就是市集的定義 本身就是這樣的東西 你說如果要做到很有創意 無論是台灣還是哪裏的朋友 其實他們都很驚訝 就是以前長沙環的工廠大廈 竟然裡面藏了 以前不是有什麼D2 D2 Place 對 他們反而喜歡那些 但是他們有所不知的 就是 我懷疑D2 Place 可能是那個風格 是抄回成品 這樣互相借鏡 所以又創了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但是那個地段 可能以前的用途 再加上他現在的裝飾 又給別人一張新的感覺 就是他可能有少少微細的變化 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創意出來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台灣的夜市 其實一直都 其實有人在說 就是台灣的夜市是在抹落的 很簡單的一件事 譬如說你講士林 你剛剛講的是士林夜市 士林夜市沒錯 他算是第一批能夠衝出 國際有知名度的夜市 但是那個夜市 那個首要條件是什麼 首先 首要條件就是它夠平民化 很多時候 其實一開始打出名堂的食物 很多時候標榜 就是我將一店 在飯店 即是說 香港人來說 就是那些叫大酒店 才能吃到的菜 我怎樣平民化它 然後譬如你說什麼 那些 一粒粒的牛粒粒 就是在那裡出來的 就是說 那些牛粒粒 以前那些台灣人 以為只是西餐廳才能吃到 很高級的西餐廳才能吃到 原來我現在在地攤也能吃到 在夜市也能吃到 這樣才可以擴大消費群 吸引那個人流進來 但後來不是 當你很多外國人去的時候 變成本地 甚至士林的人 都不是很想去士林夜市 覺得很多外國人 炒貴了 覺得那個CP值太低 這樣 於是就流向了 台北其他的夜市 但是呢 同時之間 外國人都開始投訴 就是說 這一班夜市的商家 為了賺遊客的生意 開始有些殺雞取倫的行為 台高價格 貨不對版 之類 開始規管 又覺得要有國際形象 就將那些夜市的檔灘 由本身擺越條馬路 就開始搬進去 現在的所謂流行音樂中心 前身那裡 誰知一搬進去 就失敗了 為什麼 因為 一旦是一樣東西 你一上了 對啦 一旦有規管 他就失去了活力 很正常 但問題是 這件事 對於很希望 有一種 某程度管理的 政府部門來說 它有一個 無可抗拒的吸引力 所以就變成 有很多時候 夜市是 可能 有一陣子興起 一陣子沒落 一陣子興起 一陣子沒落 就變成一個這樣的情況 但是 目前來說 其實對於 台灣本來的朋友來說 夜市 為什麼會繼續 成為一個不可或缺 生活內容呢 僅僅是因為 在台灣那個 你外出 飲食 那個開支 是跟你家裡煮飯差不多 我懶得煮飯 我想做無飯家庭 不如我就出去吃 香港 我的感覺 至少我當年 在香港生活 我覺得 在香港還算是 自己煮的 會便宜 你出去吃 當然 看你吃什麼 一些地方 還有 看回生活習慣 例如我 我當年 我住九龍灣 去荃灣上班 我下班已經 八點多了 你叫我再 在荃灣那裡 買菜 然後拿回去 家裡 然後再煮 其實不便宜得太多 我寧願在荃灣裡面 四十多元 吃個炒麵 然後加杯飲 回家裡 雙手正腳更好 當然 我也希望 如果有網友 想更新我們 關於目前 香港外出食物的 一個物價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聽回來 有人更新我 因為某些地方 好像不知 你吃過西炒飯 都已經七十多元 我就聽過說 江七 八十多元 是 所以 其實是說 我們全世界 其實都是 因為澳湖戰爭 是經歷了超級通脹 只不過是說 你在英國裡面 我們看到那個數據 那個超級通脹 是真的有眼見的 例如我們去超市 買包計液 我們已經知道 加多少價 但問題在香港裡面 就是如果你看到 香港那個數據 第一樣東西 強美元政策 都貴了港幣 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香港人工本身已經低了 加多少 其實你看回的那個數據 和你的消費物價的影響 會相當混亂之後 香港看下去 是一個頗為低的通脹 但實際上 你去茶餐廳吃東西 你會感受到 一年加幾次加 是加得很貴的 是 這個其實是跟台灣的情況 有少許相似的 在台灣 當然是倒轉 台灣就是 人工又低 但大問題是 它自己本土 因為有農作農產品的出產 所以就變成 某程度上 物價還是可以 是一個可以調節的範圍 但這段時間 大家都覺得 去夜市 無論是夜市 也好 去早餐店也好 都可以感受到 價格飆升 百物騰貴 這是第一 會令人 開始減少了出去吃 第二 就是 現在 就算是去夜市吃 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發現 可能在社交平台上 會看到一些 開始介紹夜市 哪間店很棒 又說幾點 準備一些材料 很快又賣光 那些叫做網紅店 還有一些 大陸的 因為 台灣的 年輕朋友 很多都 受到小紅書的影響 我發現 我很多小紅書的帖 原來都是介紹 台灣夜市 於是 就去吃那些網紅店 但問題是 那些網紅店 也是殺雞綠倫的經驗模式 就變成 大家去完一次之後 就不想再去 就說 不如我保守一點 我幫襯都是連鎖店 即是連鎖的一些 檔位 大家都知道 夜市不只是街上帶著那些 都還有舖面 檔位 那些 所以就變成 整體夜市的氣氛 其實是沒有以前那麼熱樂 變成 朋友回饋回來 所以 台灣的夜市 是不是 完全 大家 好像以前想像 都是這麼輕旺 是的 因為 疫情完了之後 報復式旅遊 很多歐美的朋友 都容許台灣消費 但是 香港朋友都說 他去台灣玩 都聽多了很多英文 很有趣的 這件事 我們上一集說過 根據台穿地區統計 這個是旅遊局 所以叫做台穿地區 因為還有淪陷地區 台穿地區的入境遊客統計 香港說澳門是排第一的 嗯 之前不是說 為什麼日本旅客越來越少 就是在說那個統計 就是正在那個統計 所以 就變成了 好像夜市最近 有一個叫做谷底反彈 翻生 又重新很有活力的感覺 但問題 都是那一句 有很多年輕的一輩 就已經說 就是 你又是在那裡夾娃娃娃 又是在那裡拿氣球射 什麼 又是拿槍射射氣球 又是在那裡拿那些 那些紙巾撈金魚 就是 久而久之 外國人都玩完了的時候 這一類的活動 就會適微就會抹落 所以 這一個也是 台灣夜市引誘 所以 綜合回 台港兩地之後 所以這個夜市 要成功的關鍵 我想第一要救市民 第二就是 他的差異程度 要足夠 令到大家覺得 有一個新意 有一個刺激感 有一個新鮮感 會想再去多一次 這個是我的看法 所以 撇開政治不說 如果正是看這個政策本身 我覺得 所謂的夜市經濟 地攤經濟 不一定有錯 問題是 你怎樣去執行 以及你怎樣去做出自己的特色 目前來講 其實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 新香港 全都消失了 舊香港的特色 而那些舊香港的特色 正正就是 很多 外地的朋友 負責的東西 嗯 好 那麼 我們 今節先講庶民 行夜市 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講 有能力的人 行夜市 就是 英國上議院 副議長訪華 到底 訪華的內容是什麼 以及 發生了什麼事 到底 和中華民國和英國的關係 會不會有突破性的發展呢 我們這次很榮幸 是有這些 英國政黨的內部消息 和我們分享這件事 好 接下來我們就回去 這個 秋海唐民國的頻道 繼續 麻煩大家疑私欲報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